大家好我是翁蹦 本部片段來分享一下 薑餅倫王國公會合作活動 餅乾王國的迎春委託 公會大貿易的活動再次登場了 這邊先特別註明 這邊上一張圖 這個圖其實在去年相關影片的時候也有備註了 就是我們相關的產線 他的話是可以直接兌換成我們的配套碎片的 初步的話是這樣子 剛剛後來看了一下好像也是沒有變 所以這邊的話這張圖可以當作參考 然後在我們這一個禮拜的期間 努力的話去拚相關的產線來換配套碎片 配套碎片對於多數的玩家來說真的差蠻多的 那我自己的話呢 目前的話其實已經有7萬多了 活動以來積草成多真的是不怎麼缺 但是其他玩家們如果真的缺的話 請努力捐一下相關的東西特別說明 然後接著我們這個相關的分數啊 旁邊的這個分數的話他是有一個公會名譽的總分數嘛 根據相關的名譽總分數也是有個人排名跟公會排名的 這邊公會的排名獎勵只要有前1%的話 是都可以拿到我們相關水晶的獎勵喔 重點這個是公會排名的好嗎 所以這邊如果你的公會是就大家一起有捐物資的話 那其實這樣的話可以拚到不錯的成績去拿水晶 至少的話啦我覺得活躍的公會應該至少可以拿到2%吧 2%的話就有4000水晶也算不錯 因為1%的話這兩個其實差1000而已還好啦 但至少的話就是前2%因為有採王方塊OK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貢獻度排名嘛 貢獻度排名的話這一邊就是依照你的那個 成員們之間的互相的 撕殺好然後這邊就有相關的排名 那這個獎勵基本上我覺得看看就好 我覺得這是沒差的因為其實獎勵沒有到說差非常多 重點的話是全體的公會排名 之後的話是根據你宣揚名譽的相關分數 這一邊的話一樣是可以拿到豐富的資源 相關的上限的話這個是20萬分 所以玩家們你在捐相關活動的時候 至少 你給自己一個目標至少的話就是要捐到20萬 那我自己的話我這邊可能拍一拍 喔不小心按到20萬了 那你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把全部的獎勵拿出來 哇這個豐富的獎勵趕快領一領啊好不好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OK 配套碎片趕快補 因為這個活動真的就是拼配套碎片的喔 那小小的水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PONBON下部影片見 掰掰